Hello大家好,我是小陈 今天给大家拍一个开箱视频 因为最近呢 找我修这个逆变器的人非常多 我这里陆陆续续收到了好几十台 这个逆变器要维修 然后有好多朋友呢 在问我 找我修之前的咨询我 我就给他回复只是说 这个输入电压是24V 或者是12V才能修 超过这个24V的 比如说36V,48V,60V输入的这种 就修不了 为什么呢,因为我这里没有这么大的电瓶 因为我这个可调电源呢 第一是功率比较小 第二是电压输出最大也只到30V 所以说呢,根据这个情况呢 我就自己又重新另外买了 一台大功率的可调电源 能达到60V50A 就是说最大功率是3000瓦的 一个可调电源 是一个二手电源 然后也花了几百块 我们今天来给大家拆开看一下 东西呢就是这么个东西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包装 非常大 然后我就直接拆了 拆开拿出来这给大家分享 好,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这么一台电源 它这个前面门看起来不大 不到我一个手掌大 但是它这个是一个长条形的 然后比较重 这是一个中性的电源 这是改过的 这是改好的 改成这个可调电源的 下面是一个编码开关 这样按的 然后后面输出在后面 这些输出 输入和输出 输入在这里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东西 到底有多重吧 我们找个秤来秤一下 好,我这里找了一个秤 我们来秤一下 看到底有多重 3700K 7斤多 接近8斤 然后我们来通电试一下 然后这个里面都不给大家拆开看了 然后我们看一下 它这个上面写的 有没有功率什么东西 这写的有 它因为它这个没改之前 输入是240V 输出是18A 输出是53.5V 3000瓦 大概也就是50V 60A那样子 那么我们现在通上电来看一下 好,我们现在已经 插上电了 里面两个风扇凹叫 噪音有点大 这个都不管它了 我们来测试一下 它这个电压输出 好,我们看一下 现在输出电压是60V 这个万元表测出来是9.7V 一点点误差正常 我们再来调一下看 我们把它随便调个电压 调个19V 我们看一下 这里是19V 精度还可以吧 反正满足我的要求吧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电压再调个电压吧 随便一调吧 调个41V 41.2V 精度还可以啊 因为这个万元表 它也有误差的啊 那么我们现在来试一下的电流 我们就直接用一个暴力测试啊 我们把这个电压和电流调到最大 我们看一下看啊 把这个电压调到50V 好,电流现在已经调好了50A 我们去后面找一根线短接一下啊 看这个 看这个电流大不大啊 好,这个测试很简单啊 这里找了一根导线啊 我这是一根铜线 我直接把正负级短接啊 现在是50V6A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火花啊 我这里拿个镊子啊 因为我怕这个线把手烫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这个电压是非常大的啊 电流 这个线都烧没了啊 这个电流肯定是满足我的要求啊 那么以后再修这个逆变器的什么情况的话 就不用电瓶了 直接用这个电源来做负载的话 基本上都可以满足我的要求 好,那么本期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观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